各位666宿会的家人 大家现在好 我是周文强老师 我们很多很多人 这辈子可能他觉得自己非常没用 觉得自己一辈子都不会成功 其实我想在这里告诉你们一个秘密 告诉你们一个真相 那就是上帝不会制造垃圾 每一个人都是带着使命 来到这个世界上的 你是独一无二的 你之所以没有成功 是因为你没有进入自己的轨道 你没有找到合适自己的位置 你没有把自己的天赋能够发挥出来 记得在周老师17岁的时候 我在工地上班 那个时候我也觉得我很没用 我也觉得我就来自社会的底层 我可能要像在工地上的很多工人一样 打工打一辈子 我也甚至想过自杀 我也觉得人生看不到希望 我的父亲负债几十万 我一辈子都还不完 他被公安局带走了 然后判了五年 我的母亲在田里面种地 兼职打三分工还债 我觉得那个时候我的人生是黑暗的 但是因为周老师是河南人 然后我们河南有一个频道 叫河南都市频道 我记得那个时候我看到一个广告 就是河南都市频道的一个广告 广告语是这么写的 人生就是一个舞台 每一个人都是这个舞台上的主角 只是你还没有找到属于你的舞台 只是你还没有找到适合你的角色 周老师以前从小都是一个很自信的人 但是你们知道吗 当那年我在工地的时候 我真的很自卑 我真的没有自信了 我被生活压垮了 我被生活打垮了 我在学校里面的时候 是孩子王几十个兄弟跟着我后面 然后就特别有那种感觉 但是我到工地 我发现我一整年的时间 几乎没怎么说过话 因为都是年龄比我大很多的 压根就没有共同语言 我在工地几乎那一年 就是一种快被窒息的状态 在周老师讲我故事的里面 我有深刻的讲到周老师在工地里面 吃过的太多太多的苦 但是就是因为那一句话 我找到了自信 我告诉我自己 我之所以在工地里面 我觉得我干什么都干不好 是因为我压根就不适合这个角色 所以我要换角色 我要换舞台 我要找到属于我的那个舞台 然后呢 周老师就开始想 穷人 为什么穷 因为是靠体力赚钱 我要靠脑力 然后我做了个决定 我一定要把我赚的钱全花掉 我要投资脖子以上 我只是做了一个这样的决定啊 然后呢 那个时候我就回家了 大月23号回家过年 在我们家里面有一个电脑学校 当时特别火 因为那个时候在2003年的时候 电脑刚刚兴起嘛 很多电脑培训班 然后就在我们的农村集会上 我收到一张传单 传单上面印了一句话 知识改变命运 学习改变人生 就是当周老师看到这句话的时候 我觉得电脑未来一定是趋势 我就找我的母亲 我告诉我母亲说 我要去学电脑 学费刚好就是我那一年 打工的整年的收入 叫4300块钱 我记得非常清楚 打工赚了4300 学费刚好4300 真的就像老天爷给我的指引一样 我至今家里还留着 我交4300的那个收据 然后我母亲不同意 我是离家出走去上了学 因为我很清楚 如果我不离家出走 我将一辈子在工地 这不是我想过的人生 我希望能够找到属于我的舞台 然后我就开始学了电脑 我学了电脑以后 我就出去 然后做工作 然后去洛阳 然后去深圳 然后去郑州 然后去北京 几乎是走南闯北吧 也做过很多很多的工作 最开始就是在电脑行业 在IT界 后来呢 又进入了金融界 做项目工程 又做明星代言 又做房地产 就是做了很多很多行业吧 就是为什么说没有大成呢 我觉得我是没有找到我的那个轨道 我还没有找到我的那个天赋 其实什么是天赋 说白了 就是你的擅长 在这个世界上 要想成功 非常简单 周老师讲过一个金字塔 叫做必成功金字塔 换句话讲 人生最大的成功 就是踏队结块 当你能够踏队这四个结块的时候 人人都可以成功 我们必成功金字塔的第一塔 叫做做有感觉的事 做让你爱的事 也就是如果你做这件事 你压根就没感觉 你很讨厌做这件事 你一上班就像死一样 一上班就像坐牢一样 这件事你再有能力 再擅长 再有天赋 你都不可能做成功 举个例子吧 一个长方形 它的面积等于什么 长乘以宽 所以长是什么 长就是你的优势 宽是什么 宽就是你的爱好程度 我记得在西方管理学里面 讲到一个经典的理论 叫做短板理论 西方企业管理者告诉我们说 一桶水 能够装多少水 取决于最短的那个板 所以要找到自己的缺点 然后呢 短板理论害死人啊 亲爱的同学们 真的 周老师就是短板理论的 这个受害者啊 凡是 依靠短板理论的人 到最后都不会成功 甚至提出短板理论的人 就是为了霍国殃民 就是来害我们中国人的 真的是这样子的 记得周老师当年 在郑州做销售的时候 我的老板特别赏识我 然后呢 周老师也是行业No.1 第一名 POP SALS 销售冠军 但是我老板告诉我说 文强啊 你要想大成 你要改一个缺点 你的最大的缺点是什么 你知道吗 你脾气太不好 太暴躁 你无法沉浸下来 然后我就要改脾气啊 我连续改了半年 知道吗 想发火就憋着 你知道吗 我都快憋死了 有一次周老师去北京 我在北京学习的那一段时间 我经常跑到北京大学去蹭课 白天在中关村上班 然后晚上的时候呢 不吃饭 六点钟一下 一下班 马上坐公交车去到北大 从北大西门 跑到北大东门 需要走二十多分钟时间 周老师和当年周老师的女朋友 今天的老婆 杨老师 一起牵着手跑过去 跑过去以后干嘛呢 就为了停一堂课 然后就免费听那些大师的分享 周老师是80后 周老师有个偶像 我有讲过当年的京城四少 最早成为一万四中的80后的偶像 这个毛看看 然后理想 我记得很清楚 当时我听到了他们的分享 就在北京大学 然后周老师就是提问的时候 就像今天你们跟周老师提问一样 你们知道吗 为什么让你们互动 互动的内容真的很重要 有可能你问周老师一个问题 周老师给你一点播 真的你这辈子就瞬间改变命运了 真的就是周老师 就是因为理想的那个点播 让我瞬间改变命运 真的就是这样 毫不夸张 叫做读万卷书 不如行万里路 行万里路 不如明师子路 真的就是高人点播一下 那就不一样 周老师就抢啊 抢机会啊 所以你们听周老师的分享 一定要提问啊 对吧 发评论啊 周老师可以一对一 万一点中你呢 选中你呢 对不对 就像今天我讲天赋片 就是一个同学 给周老师提出来的概念 让周老师讲嘛 对不对 周老师只讲你们想听的 不讲我想说的啊 我们又回到这个故事啊 周老师在讲故事的时候 你们一定要认认听 因为听我的故事 理解你们的人生 一转身为自己所用 然后就变成了你的故事 所以说一定要认认听啊 然后周老师就提问啊 周老师互动提问 这个李总 我的这个脾气很暴躁 如何改变我的这个脾气 然后李箱就说了一句话 说你为什么要改你的脾气呢 我要成功啊 他说请问有没有这个世界上 脾气很暴躁人成功的 我说有 他说有没有很沉浸成功的 我说也有 他说人 不同的人有不同的性格 每一个人都可以成功 他说有一本书叫性格决定命运 这句话全扯淡 为什么 因为如果性格决定命运的话 那这个世界上是不是只有这种性格能可以成功呢 但是我们发现 所有性格人都有可能成功啊 九星人格 每一种人都有成功的可能性啊 他说记住 每一个人都有缺点 高手永远不看自己的缺点 因为看缺点会让你越看越自卑 他说高手只看自己的优点 找到自己的优点把它发挥到极致 亲爱的同学们 你们一定要记住这句话 把这句话写下来 叫做成功最快的方法 就是找到自己的优势 把它发挥到极致 就这么简单 你压根就不用看你的缺点 有一句话叫做没有完美的个人只有完美的团队 什么意思啊 每一个人都有缺点 人无完人 禁无阻止 那你有缺点 对吧 你的优点就是进攻 你的缺点就是防守 你不会防守 你只会进攻 练防守 你练一辈子也练不出来 那怎么办呢 你直接就把自己的优势反复到极致 你就进攻 不用去防守 你就找一个最会防守 不会进攻的人 你们两个人一合作 你们就是世界上最完美的团队 这就是没有完美的个人 只有完美的团队 所以 必成功经济塔的 第一塔就是做自己爱的 第二塔就做自己擅长的 这件事如果你不爱 你再擅长都没有用 这件事如果又爱又擅长 那你做起来 那绝对很轻松 一点累都没有 像玩一样 真的就是讲这样子 然后第三塔叫做有意义 如果你做那件事是坑蒙拐骗 对吧 你再爱再擅长没有用 对吧 第四 趋势 如果你今天做的这件事是你爱的 又是你擅长的 又有意义 又有趋势 你此生做必成 举个例子 你们拿中老十字必成功经济塔去套全世界所有的成功人士都知道刘翔吧 刘翔是干啥的 刘翔最早是做白米赛跑的 跑了N年没有跑出了名堂 有一次就有一个教练说想着 我觉得你的优势不是在白米赛跑 我觉得你应该去试一试一个运动叫跨栏 刘翔那个时候压根就没这么想过 他也没怎么见过跨栏 结果当他真的去跨栏的时候 他一跨栏第一秒 他真的深深的爱上了跨栏 他觉得这东西太好玩了 比他白米赛跑好玩多了 他爱上了跨栏这个运动 第二他真的把他的优势发挥了出来 第三他发现那件事太有意义了 因为他一跨栏一不小心就在雅典奥运会上夺了冠军 你们知道为什么当年刘翔夺冠 在这个项目上夺冠 为什么会引起全世界的轰动吗 亲爱的同胞们 因为在这个田径项目上 已经是将近一百多年以来 应该是自古以来有奥林匹克运动 有奥运会以来 就亚洲人从来没有黄种人 也就是亚洲人在这个项目夺冠 一般都是非洲人黑人夺冠 中国从来没有过 没有 这不是中国 是整个亚洲从来没有过 而刘翔破了整个全世界的纪录 他是第一个华人在这个项目夺冠的 当他站上迎角台 当中国的国歌音他响起 当他披上中国的五星红旗的时候 他觉得这件事太有意义了 这件事不单是他能够赚多少钱 他实现了他的人生价值啊 真的你们走到异国他乡 听到中国的那个我们的国歌声 那是无比的骄傲 而且这个国歌是因你放的 那是什么样的感觉 周老师去日本 去日本木制园市 参观企业学习 然后日本的这个木制园市的市长 对吧 升中国国旗来迎接周老师 那种感觉那是绝对不一样的 然后这件事 而且又趋势 因为体育强者国强嘛 国家也在打力发展体育 所以刘翔才会成功 所以刘翔就是因为这样成功的 那姚明呢也是一样啊 他爱打篮球 他三场打篮球啊 所以他成功了 那麦克尔杰克逊如果做生意 他一定亏钱 但是麦克尔杰克逊就爱唱歌 对吧 他一拿起麦克风就是神 你放下麦克风 不会说话跟三岁小孩之类差不多 但是他就做这件事 记住成功不需要做太多事 就做一件事 做对了就成功了 就这么简单 其实你们不要总是羡慕那些所谓的成功者 你们都觉得那些明星很牛逼很厉害 你们觉得亿万风很牛逼很厉害 但是我想告诉你们的秘密 就是真真正正的天才跟庸才之间没有任何区别 天才就是庸才 庸才就是天才 你们能理解这句话什么意思吗 就像周老师一样 周老师在你们看来可能是天才 哇演讲天才 但是你知道吗 周老师在生活当中是一个生活不能自理的人 周老师做任何事都需要助理来做 很多网络啊登机牌啊 很多东西都不会了 你知道吧 真的不会了 就是这个人在一方面很厉害 在另外一方面一定是一塌糊涂的 这不是给大家开玩笑的 真的是这样子的 所以周老师在一方面是天才 在另外一方面就是庸才 那怎么办呢 你们也是一样的 在一方面是天才 在一方面是庸才 结果就你们就光做让你们庸才的那个事 完了 天才那个事你一辈子都没有找到他 你没去做那件事 所以你一辈子就只能活成庸庸庸庸的庸才 就这么简单 所以找到自己的天赋 进入自己的轨道 一旦当你进入自己的轨道的时候 一旦当你找到自己的天赋的时候 就是各归其道 各行其事 人人都可以在这个世界上获得成功 真的 朗朗如果做你做的那个生意 一定比你还不如 对吧 刘道华如果做你那个份工作 可能做的比你还差 是还是不是吧 但是他找到了他的岗位啊 朗朗就会弹钢琴 就爱弹钢琴 就算他弹钢琴 就干这件事啥都不干 就成功了就这么简单 所以成功就是做你爱的事 做你擅长的事 做有意义的事 而且有趋势的事 你们按照这必成功心的他 来选择你们的人生 你们真的会成功 每一个人都会成功 讲到这以后很多人会说 老师 那关键是我不知道我爱啥呀 老师 我不知道我擅长啥呀 我不知道我的天赋是啥呀 如果讲到这里 你还不知道 你还问这样的问题的话 证明压根就没有听懂周老师前面 讲了这么多的内容 周老师也不知道我爱什么 周老师曾经也不知道我擅长啥 那周老师是怎么找到的呢 没有人给我点拨 是我自己慢慢找的 是周老师换了26份工作 横跨12个行业 一不小心进入了教育评训行业 我发现 我靠我太喜欢演讲了 我太爱这个舞台了 你不给我钱我也愿意讲啊 就觉得这是一种自己的爱好啊 结果讲了讲了发现 这不但是我爱的 而且是我擅长的 我能够把我的天赋 瞬间发布出来 原来周老师就是这样的 口才就是周老师的天生优势 然后周老师有一个学问 叫数字能量学 看手机号就能知道你的财富 看身份证磁场 就知道你的天赋 周老师的身份证磁场 全是17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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17是什么 17是口才 17是口才的磁场 所以真的就是 周老师就是靠这个来赚钱 天赋 然后周老师一做培训 发现这是我爱的 又是我擅长的 而且又有意义 能够帮到别人 听过我的课程 可以帮到他们成功 周老师做培训 做了七年以来 帮助无数人实现财富自由 太多了 有意义 而且有趋势 国家大力支持 你们知道吗 周老师在做培训之前 2012年的注册公司 连教育培训 这四个资格都写不进去 工商局没有这一条 知道吧 然后结果 工商局告诉你说 你应该去找教育部门办 教育部门说 你有场地吗 你要办学吗 我说不 我是开公司 他说那你应该去找工商局 工商局让我去找教育局 教育让我去找工商局 没有人管 那个时候没有 你们知道吗 但是在2013年的时候 在去工商局办执照的时候 我们就在我们的营业执照上 写了四个字 教育培训 因为那个时候 国家放开了 这个教育是驱使 未来人人都会参加培训 我们以前在通过大学毕业 因为学习终身截止 而未来大学毕业 因为的学习刚刚开始 因为在大学里 学了很多能力 在社会上用不下 所以需要各种各样的培训 所以趋势啊 周老师一不小心 他对了这四个解答 所以成功了 马云也是如此啊 对不对 马云就喜欢英语 从小就喜欢英语啊 然后呢 结果就教书啊 对不对 开了个翻译社啊 结果通过翻译社 然后认识了一个美国的朋友 到美国看到了互联网 他瞬间就爱上了互联网 他觉得这个问题太好了 而且他一做 发现自己是自己擅长了 而且又有意义 而且又有趋势 瞬间成功了 真的就是这样 你们拿必成功心的 他去套全世界 各个联域成功的人 都是在不经意之间 他对这四个解答 换句话讲 你之所以也没有成功 因为你自己说 你们给自己打分 对吧 你今天做那件事 你真的爱吗 如果一百分是满分 你告诉我 你给自己打多少分 很多人说到这样的时候 就说老师 我工作第一天就想辞职 想到现在 想了三十年 也就是你亚哥就不爱那种工作 零分 如果这一分是零分 后面就不用说了吧 哪怕你做那件事 是你擅长的 又有意义 又有趋势 三个全是一百分 但是零乘你一百等于多少 零 零再乘一百等于几 还是零 就这么简单 你的人生就是零 很多时候老师 我还行这个工作 我还行 也还行 那五十分 那就是五十分 那你是不是你擅长的 我觉得也还行 那又是五十 那你都是五十五十啊 对吧 一一也是五十 趋势也是五十 你全是五十 你四个五十乘起来 告诉我多少钱 对不对 那周老师做这件事 百分之百是我爱的 百分之百是我擅长的 百分之百是有意义的 百分之百是有趋势的 来四个一百乘一下 等于多少啊 你就知道咱们的财富差距 就在这了 对不对 还有人说了 老师我做这件事 是我爱的 又有意义 对吧 但是又又擅长 但是没有趋势啊 趋势是零啊 那等于零啊 如果你听到这里 你们觉醒了 你们真的内在觉醒了 你们应该内在是无力喜悦的 你才知道原来我原本居住 原来我就是这个世界上的主角 原来我就是天才 原来我本身就是有天赋的 那怎么去找到这个天赋 就是要去不断的换 不断的换 不断的换 不断的去寻找 当然不是说 你换工作的意思 就是不断的去寻找 直到找到那个 你最爱的 你最擅长的 最有意义 而且最有趣事 你认为你值得为这件事 奋斗中生的事 是要去做它 就一定能成功 一定能成功 很多人说 老师那怎么找啊 那就要不断的换啊 你们有没有发现 为什么很多孩子 家长问他 你喜欢啥 我要学画画 画了两个月 我不想 我想去跳舞 然后那你去吧 然后又跳了 我想练钢琴 后来很多父母说 怎么说 滚 好好上学吧 啥都别学了 学一半就放弃了 其实那是小孩 在自己寻找他的天赋 他要找很多 他才能够找得到 而这个时候 家长说 天不让他找的时候 你就限制他 他这辈子 可能都无法找到 他的天赋 对于你们也是一样 就是不停的去寻找 如果你今天做了那件事 两个就没感觉 又不是你擅长的 又没有意义 又没有趋势 换 再找一个 走出来 世界很大 放眼世界 看到整个全世界 而不是视野 盯着你那个是 走出来 还记得周老师 讲两只老鼠的故事吗 一只老鼠在厕所 一只老鼠在粮仓 厕所老鼠长得瘦小 对吧 每天像活的 像心脏病都出来了 任任在打 粮仓老鼠长得非多大尔 请问是两只老鼠能力有区别吗 厕所老鼠放粮仓 粮仓老鼠放厕所 会发生什么事情 厕所的老鼠放粮仓 它就会变得非多大尔 而粮仓老鼠放厕所 它就会瘦 就这么简单 今天告诉你个秘密 为什么我是一万富翁 你现在可能还没有 知道为什么吗 因为我是那只在粮仓的老鼠 而你是那只在厕所的老鼠 讲到这以后 你就明白了 给自己下个决定 走出来 在中国一定要去四个城市 北上广深 因为只有这四个城市 才能让你 若有国际化的视野 当然了 如果有机会出国 那就更好 为什么周老师 创业第一站 选择洛阳 马上我去洛阳的时候 我就告诉我自己 我一定会去郑州 对吧 去省会 我去郑州的时候 就告诉我自己 我一定是目标北上广深 一线城市 因为我知道 那个地方才有我的未来 因为我知道 在我老家成为一万富的几率 是一万富之一 但是在北上广深 每一千三百个人里面 就有一个 是百万富是千万富 所以我一定要来深圳 而且深圳年轻创业 对吧 它就代表着我的这种 这种创业的奋斗的精神 所以665会总于在深圳 所以如果你想来命运的话 来深圳吧 真的 来了就是深圳人 这句话 我觉得深圳市政府 学的太棒了 来了就是深圳 深圳人 然后爱上这个城市 去到北京 别人看不清 也都爱敌人 到上海更看不清 到广州 得会说粤语 来深圳你发现 都是这样普通的话 因为这个深圳 没有本地人 全都是外地人 当全都是外地人的时候 我们就都是本地人了 所以深圳过年 这个车几乎就是 就是咱们这个今年 每一年过年都有这个新闻 说过年以后 深圳是变成空城了 你们知道吗 过年的时候 周老师打个车 平常打一个小时 过年的时候 三十分都到了 因为路上真的一台车都没有 因为都是外地人 所以真的 真的就要给自己一个选择 不停地去寻找 寻找到自己爱的 自己擅长 没有人可以帮你找到 只有你向内求 才能够找到你的天赋 拿回来 然后进入你的轨道 当你一旦 找到属于你的那个舞台 你就是明星 你就是你人生的主角 你就是神 真的 真的是这样的 当然呢 如果有机会的话 来到周老师会想 周老师会教你一系列的内容 教你向内求 教你打坐 教你进行 教你能够通过我们的各种课程的设计 让你向内求链接高 让你找回你自己 找到你的天赋 但是如果说 没有机会呢 那就只能按照这四个方法 不停地去寻找 寻找到 这四个轨道 能够把你逼到 你的人生使命里面 然后呢 更多精彩内容 也可以关注周老师的 这个665会 都可以学习 周老师的课程 系统性的学 因为毕竟 这只是其中一段 大家只要系统性的学 周老师的课 你们一定会有收获 一定会有收获 真的是这样子的 所以 再次祝愿 每一个听到天赋片的人 都能够找回你的天赋 拿回你的力量 找到那个 真真真真 知道你奋斗中心的事业 你们每一个人 都可以承诺 我在承诺的彼岸 等着你 我爱你 主动爱自己 我们先